我感觉打到后面其实挺累的有一点 但我觉得其实因为也跟出家 9月17日 在澳门冠军赛拿下女单冠军的孙颖莎返回河北老家过中秋节 WTT官方晒出沙沙拿下冠军赛五个奖杯的图片 清和她在刷新历史记录 据悉孙颖莎回到河北老家过节也没有闲着 9月18日有训练馆的工作人员拍到孙颖莎正在努力训练 而且孙颖莎是1V2 孙颖莎休假都在备战WTT北京大满贯 如此努力的世界女单第一 游国梁都说她是年轻一代的榜样 没想到还有人网爆她 一位网名为拉迟路的博主举报大V 翠门独球恶意网爆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 多次恶意引导评论区谩骂 攻击还得孙颖莎造黄瑶 这个翠门独球恶贯满营 罪行庆竹难输 他竟然称孙颖莎为孙颖莎 而且用天打雷劈来形容国家队运动员 而且造孙颖莎与国家队助理已婚教练的黄瑶 更为可气的是 林诗栋在社媒上发了一个中秋快乐 at孙颖莎吃月饼 他竟然说林诗栋为诗栋 这些的误言会与不知道怎么从一个女生嘴里说出来 完完全全的恶意辱骂造谣 他在评论区引导球迷认为孙颖莎林诗栋是小情侣 他还恶意PS孙颖莎的秃顶的图片 他说孙颖莎是秃宝盖 林爱莎 孙目动这些的黄瑶比比皆是 他甚至直接说女大三报金砖 特别的恶毒 因为他的罪行被举报 很明显微博管理员提醒了他 他立马删除了多条恶意辱骂孙颖莎的推文 不过还是留了一些截图 语言没有那么的直接 不过举报他的球迷并没有打算就放过他 删帖并不是结尾 他还会继续举报他 实在是不理解这些饭圈粉的大脑回路 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你们都能这样喷 近日 奥运冠军李文文参加了港澳交流的活动 活动期间 李文文同其他项目运动员一同拍了记录视频跟合影 原本这是一件朋友之间很开心的事情 万万没想到这竟然遭到了了极端国评粉丝的非议与指责 迫使他在深夜删除了几条包含孙颖莎和王楚清的视频 起因是李文文在拍摄视频期间 镜头无意扫道到了孙颖莎正用纸巾擦鼻子 就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 李文文遭到了一些极端粉丝的谩骂和攻击 说他蹭流量无下限 损害孙颖莎的形象等等 本以为李文文删除视频后 狂热粉丝的网报行为就会停止 没想到依旧不依不扰 继续在骚扰李文文 不堪其扰的李文文 最终还是无奈了 李文文在评论区留言写道 看了大家评论和留言 视频暂时隐藏等这段时间过去 我在打开 大家都早点休息 性格开朗活泼的李文文 或许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会被一群饭圈搞到破防 此前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党组书记高志丹在会议中强调 坚决遏制体育饭圈化 愈演愈烈态势 坚决铲除畸形饭圈文化 在体育领域滋生滋长的土壤和条件 为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 实现营造稳定有力发展环境 孙颖莎只因没有赢下比赛 就被网友一通乱码 甚至还被要求向粉丝道歉 在巴黎奥运会的璀璨舞台上 陈梦与孙颖莎的对决本应是体谈佳话 却因赛场歪的风波变得复杂 这场记忆与意志的较量 被粉丝不和谐的行为所干扰 让国聘的荣耀之路蒙尘 孙颖莎的粉丝们汇聚成激情的海洋 他们的呐喊声 未有像编织胜利的乐章 然而个别粉丝的事态 只举如同纯洁画卷上的污点 令人六万 孙颖莎应下一球后 粉丝的呐喊声想撤云霄 相反陈梦拿下比分的时候 球迷唏嘘声不止 甚至在陈梦夺冠后 个别粉丝的过激行为引发了道德审判 将竞技的胜负上升到人性的高度 对陈梦的言辞兼满是控诉 更是扬言陈梦应该把冠军的位置让给孙颖莎 女队主教练马琳也无能幸免 她的社交平台成为粉丝情绪的试验场 偏心 自私的指责如潮水般涌来 迫使她关闭评论 寻求宁静 孙颖莎也未能置身事外 社交空间被各种声音充斥 从劝接到极端指责 甚至有声音要求她为粉丝行为道歉 给年轻运动员带来压力 舆论的浪潮轻易淹没理性 将胜负之争复杂化 国平需要筑起防线 保护运动员 免受外界纷扰 维护体育精神的纯粹与高尚 在这场乒乓风云中 我们看到了体育竞技之外的另一面 体育精神的核心在于公平竞争 尊重对手 自我超越 而非胜负的简单判定 陈梦与孙颖莎的对决 本是技术和意志的较量 却被外界的风波所干扰 这不仅是对两位运动员的考验 也是对整个体育界和粉丝文化的考验 我们应当反思 如何在激烈的经济中保持体育精神的纯粹 如何在粉丝文化中培养理性和尊重 不要让饭圈文化扰乱了这一净土 国平的荣耀不仅在于金牌的获得 更在于运动员们展现出的 坚韧不拔和公平竞争的态度 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荣耀 让体育精神在每一个赛场上闪耀 让中国乒乓的辉煌继续在世界舞台上绽放 又金重的纯金奖牌 这在体育圈绝对算的上市大手笔了 前世界冠军王楠就因为这事 被网友们送上了热搜 有人说他霸气 也有人质疑他偏心 一时间议论纷纷 好不热闹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王楠和他的丈夫 商人郭斌 决定自掏腰包 为在巴黎奥运会获得混双冠军的孙颖沙和王楚钦 各打造一枚六斤重的纯金奖牌 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支持者们纷纷点赞 称赞王楠夫妇的爱国情怀和对年轻运动员的鼓励 他们认为 这样的奖励不仅是对运动员成绩的肯定 更是对中国乒乓球精神的传承 也有一部分网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 王楠夫妇此举有失公允 毕竟其他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也付出了同样的汗水和努力 为何单单只奖励孙颖沙和王楚钦呢 面对质疑 王楠夫妇也毫不避讳地做出了回应 他们表示 赠送金牌是出于对两位年轻运动员的喜爱和期望 希望他们能够在接再利 在未来的比赛中再创佳季 这已经不是王楠夫妇第一次对中国乒乓球队表达支持了 多年来 他们一直默默地为中国乒乓球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从资金捐助到物资支持 事无巨细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这次的金牌事件 或许只是王楠夫妇多年来支持中国乒乓球事业的一个缩影 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对中国乒乓球的热爱 以及对年轻一代运动员的殷切期望 网友们的质疑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 每个运动员都值得被尊重和鼓励 如何平衡个人情感与公平原则 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也许 我们可以尝试着用更包容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 毕竟 还是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都体现了大家对中国乒乓球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王楠夫妇的做法 就像父母给孩子额外的奖励 出发点是好的 但方式方法或许可以更妥贴一些 毕竟 中国乒乓球队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 每个成员都为国家的荣誉拼搏奋斗 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也有网友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件事 他们认为 王楠夫妇选择公开赠送金牌 或许也是希望借此机会 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乒乓球事业的关注 吸引更多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 毕竟 近年来 随着其他体育项目的兴起 以及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乒乓球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如何保持优势 再创辉煌 是摆在中国乒乓球人面前的一道时代课题 在这个背景下 王楠夫妇的举动 无疑为中国乒乓球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话题 网友们的热议 也从侧面反映出 大家对中国乒乓球依然充满着期待和热爱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 他们觉得体育竞技就应该纯粹一些 用成绩说话 而不是用物质奖励来衡量 金牌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运动员在在场上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体育道德 这些不同的声音 其实也折射出社会对体育精神和价值观的思考 在追求物质奖励的 我们是否也应该更加关注运动员 但内心世界关注他们为梦想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回到王楠夫妇赠送金牌这件事本身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对中国乒乓球事业的热爱是真挚的 对年轻运动员的期望是殷切的 这份心意 或许比金牌本身更加珍贵 就像一位网友在评论中写道 无论如何 王楠夫妇的行为都值得肯定 他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乒乓球 这份心意难能可贵 至于奖励的方式是否妥当 我们可以讨论 但不要过度解读 更不要因此否定他们的付出